近30只水塔在水中斗殴 场面十分壮观 堪称黑帮火拼 在很多人印象中 水塔一直是一种生活在水中 柔脸的小可爱 2018年 新加坡碧山水塔家族的15只水塔 和滨海湾家族的11只水塔 在新加坡河上展开正面交锋 根据统计 这20多只水塔 又占据了新加坡水塔总量的三分之一 最终 这场战斗 以滨海湾家族逃往陆地告终 除了有少量青伤外 并没有水塔死亡 而在新加坡 这种战争几乎年年都有 水塔是一种社会性动物 它们会在水边建造住所 平时的时候会生活在一起 一个水塔家族中 往往是由一对成年水塔 和它们的后代组成的 这些水塔会通过声音和气味进行交流 水塔是一种十分聪明的动物 它们可以用石头敲击贝壳 打开它们的外壳 然后享用里面的软体动物 这种行为是除了人类以外 动物界是份罕见的行为之一 水塔的皮毛非常柔软 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 水塔曾经成为皮草行业的主要来源之一 平日里看上去只会婴婴叫的水塔 打起架来 可是非常凶悍的 成年的雄性水塔性格暴躁 有猛号道 如果生物闯入它们的地盘里 水塔就会张牙舞爪地冲过来 根本不管对手的体型有多大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 曾经在新加坡就有一位小姑娘 被冲上岸的水塔咬伤了脚背 在水塔经常出没的地方 她们还会潜入当地人的家中 将对方家里的观赏鱼 吃进自己的肚子里 值得注意的是 野生水塔身上还带有各种疾病 如果不小心被它们咬伤 需要尽快前往医院治疗 所以这种看似呆萌的婴婴怪 在遇到领地问题时 也会化身战无不胜的迷你斗士 随时随地都在擦脸的表情帮猛主 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手拉手 全球最可爱动物排行榜第五 海塔究竟有多猛 这个随时随地都在搓脸的小家伙 就是可爱的海塔 不过 它们揉脸不是因为爱干净 只是为了整理自己的皮毛 维持自身的体温 海塔生活在高伪度地区 因此 厚厚的皮毛和下面隐藏的脂肪层 就是它们主要的保暖工具 如果皮毛沾上了脏东西 那个保暖的作用就会减弱 海水也会侵入海塔的身体 因此 海塔不得不随时随地 开启整理模式 刚出生的小海塔身上的皮毛 还没有完全长出 因此 海塔妈妈就会将宝宝抱在怀里 海塔妈妈还会对着宝宝吹气 来让宝宝更暖和 海塔平时的时候就在海面上飘着 这就导致 它们在睡醒后 说不定就会被海水带到了很远的地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有的海塔选择将海草绑在身上 有的选择手拉手一起睡觉 作为一只海洋中有名的干饭塔 它们一个小时就能吃掉74个扇贝 在捕捉到泵壳后 会将一块石头放在自己的肚皮上 然后双手抱紧食物 用力地朝着石头砸去 没有合适的石头时 海塔就会就地取材 比如停靠在岸边的渔船 吃不完的食物 海塔就会藏在自己的秘密口袋里 它们的口袋就藏在前肢的下方 海塔一天能吃下大约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 是世界上食量最大的动物 不过吃这么多并不是海塔愿意 而是它们必须通过不停地吃 来维持自身的体温 海塔能够一口气 潜到水下90多米的深处 然后将海胆捞上岸 这些海胆判成海底蝗虫 不停地破坏海洋中的藻类 可以说海塔吃海胆 不仅可以满足口服之欲 还能为民除害 这么可爱的海塔 你爱了吗 它被誉为水中平头哥 蛇鱼就像吃辣条 就连每周豹 看到它们都要退避三舍 亚马逊巨塔为何如此嚣张 巨塔生活在十分危险的亚马逊雨林之中 是已知13种水塔中 体型最大的一种 它们的体长可以达到1米8左右 体重超过30公斤 作为一种食肉动物 巨塔拥有十分尖锅的爪子 同时身上的肌肉也很发达 在亚马逊雨林中 凯门鳄是一种十分凶猛的动物 总是趁猎物不注意时 给它们来个突然袭击 但就是如此凶猛的动物 却经常会发生丢失尾巴的事情 这个拿走它们尾巴的罪魁祸首 就是亚马逊巨塔 相比于鳄鱼来说 巨塔的体型当然不算太大 不过巨塔是一种群居动物 多对异 它们还是很有把握的 再加上巨塔自身超强的游泳能力 在水中进行战斗时 会迅速将鳄鱼围住 再以灵活的战术 不断地消磨鳄鱼的体力 等到鳄鱼筋疲力尽时 再对其发起致命攻击 就算有的鳄鱼能够侥幸逃脱 尾巴也会被巨塔们咬掉 除了鳄鱼外 巨塔对自己的好邻居 美洲豹也丝毫不畏惧 当一只美洲豹想要袭击巨塔时 团队的成员会迅速围上来 看到这种情况的美洲豹 一般都会性性离开 需要指出的是 巨塔捕食鳄鱼 和美洲豹的这种行为 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的 所以巨塔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 平时的时候更多是吃鱼 亚马逊河流中 生活着很多食人鱼 这些体型较小的生物 就是巨塔的主要食物 对于食人鱼的牙齿 巨塔根本不害怕 因为它们的皮毛很厚 并且还很光滑 食人鱼一般情况下 根本无法对其造成有效的伤害 所以当食人鱼遇到巨塔的时候 也就只有被吃的份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